大家好 我是梁教練 今天會教大家五個簡單的動作 有效預防血管阻塞 手腳麻痺等問題 第一個動作 提手撐掌 血傳通 身體放鬆自然 慢慢張開左腳 肩膊闊度 調色呼吸 兩手慢慢上提 舉致兩耳旁邊 十指張開伸展 刺激心包經 放鬆手指 兩手自然垂下 這個動作我們共造十次 提手時吸氣 手指張開發力 垂手時呼氣 吸氣雙手上提 張開手指 放鬆呼氣 第四次 第四次 這個動作可以幫助全身血液暢通 由手尖到身體到腳尖 帶動全身血液循環 預防血管阻塞 第五次 吸氣 吸氣 手指張開 呼氣放鬆 第六次 吸氣 手指張開 呼氣放鬆 双手下岸 第七次 起吸气 手指张开 呼气放松 第八次 吸气上举 手指张开 呼气放松 第九次 吸气 手指张开 呼气放松 最后一次 吸气 起 手指张开 放松 呼气两手垂下 收脚 第二个动作 电脚小跑清血管 双手握成拳头 抱于腰间 腰板挺直 目视前方 提起脚筋 脚尖着地 原地左右提腿 做小跑的动作 四个方向 原地小跑 每边跑四十次 小跑的次数 可以按个人的体质 和能力调节 我们的目标 是小跑完之后 会有微微喘气 和出汗 每日小跑片刻 可以帮助心肺血液流动 带走血管的废物 预防血传 疾病 和中风 跑步 跑步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呼吸的调节 第三个动作 左右脱手 循环好 两脚张开肩膊 闊到 腰大伸转 向左右按节奏转动 两手随腰转动 而自然脱手 以脊椎为主軸 避免双手使劲 左右唯一次 共粒五十次 每脱两次唯一呼吸 脱手 脱手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脚椎 脊椎 尾椎 控椎 放松地摆动 每日脱脱 有座疏通经络 调节奏转动 调节全身的血气 按摩 第四个动作 左右摆手 血管畅通 两脚张开 肩膀幅度 两手直臂向左右两边自然摆手 当手摆向左边 右脚脚尖电起 当手摆向右边 左脚脚尖电起 左右摆手为一次 共做三十次 每摆一次一呼吸 预备 一 二 三 四 这个摆手的动作可以加速全身的血液循环 由掌尖到肺部 由心脏到脚尖 每日坚持摆一摆 有效预防血管阻塞 治疗手脚麻痹 血通 气通 质疾病 走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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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第五个动作 提膝撞拳 两手握拳 大致提起上摆 两拳拳眼双撞 然后手向下摆 提膝于腰 两拳在室下撞拳 脚放下 交换提膝 重复动作 提手时吸气 提膝时呼气 吸气 呼气 左右提膝撞拳为一组 我们共做十组 撞击拳眼可以刺激食指和大拇指周边的穴位 从而刺激大腸经和肺经 提膝的动作也可以帮助加强平衡力 有效预防跌倒 有效预防跌倒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不要忘记在下面留言赞好 和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人 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 记住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以后出身的健康资讯运动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消息了 下集见 拜拜